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5月30号礼拜天 我们新眼望的进度是来到以色亚书51章 我今天要带大家读51章的第一节到第11节 51章第一节上主说 希望蒙救援 寻求我帮助的人啊 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想一想你们的源头 想一想你们的背景 想一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想一想生育你们的撒拉 当我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并没有儿子 但是我赐福给他 使他有了无数的子孙 我要对耶路撒冷施怜悯 要安慰住在那废墟上的人 我要使荒芜的土地向伊甸园 我要使废墟成为上主的花园 那里必有喜乐 有欢心 有赞美 感谢的歌声 第四节 我的子民啊 听吧 我的国啊 要留心听 我要把我的法律赐给万国 我的公义要带给他们光明 我要立刻救援他们 我得胜的时候到了 我要亲自统治万国 遥远的岛屿等着我 探望我去救援他们 你们要仰望诸天 观看大地 天要像烟云消散 地要像衣服破烂 地上的居民也要像苍蝇死亡 但是我的拯救永不停止 我的胜利事事长存 知道什么是公正 心里鸣刻着我教训的人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不要怕别人的侮辱和嘲笑 他们会像破烂的衣服被虫吃掉 但我的拯救永不停止 我的胜利事事长存 上主啊 醒来帮助我 像古时候一样用你的大能来拯救我 是你把海怪拉哈勃剁成碎片 是你刺杀的利隆 是你使海洋干渴 使深水变成汉地 你在深海中开辟大道 让蒙女救赎的人通过 那些蒙女救赎的人要回来 欢心的来到耶路撒冷 快乐的歌唱大声喊叫 他们要永远欢心快乐 不再忧愁悲伤 以色亚书五十一章 他其实很清楚就是一个盼望的宣告 盼望的宣告 盼望宣告说以色列 亚伯拉罕的后代你们不用害怕了 因为上帝会施行拯救 会施行歧视 把你们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 那么欺压者呢 巴比伦他就没有办法再伤害上帝的子民 因为上帝是掌管全宇宙的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现在处在疫情 处在缺水干旱的时候 当我们处在患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很期待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 但是我们要如何在疫情那么严峻 在干旱的时候 仍然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呢 第一节 上帝很清楚说 希望蒙拯救的人 寻求我帮助的人 你们要听我的话 要想一想你们的源头 要想一想你们的背景 要想一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想一想生育你们的沙拉 我们可以看见 上帝说蒙拯救 希望蒙拯救 蒙救赎 寻求我帮助的人 你们要听我的话 听我的话 第四节 他说我的子民要听 我的国要留心听 我要把我的法律赐给万国 我的公义要带给他们光明 所以我们要听上帝的话 要怎么听呢 第四节说 上帝已经把他的真理 把他的法律 把他的公义赐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好好去听 我们要怎么去听呢 我们要怎么去听 我们知道在我们文学当中 有一个三角形 一个叫做读者 一个叫读者 一个叫做文本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 文本 一个叫做文本 另外一个是作者 我们如何从读者 就是我们自己 来读到 透过这个文本 来读到这个作者 想对我们传递的话 或者是这个作者 如何透过这个文本 传递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要如何来读圣经 从此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听圣经 我们要听圣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对于文本 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仔细去看 仔细去看的目的是什么 要读出这个文本的作者 就是上帝 或者是先知 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然后再回过头来 来检视我们自己 那么上帝对我的心意 是什么 所以我们每天读经的时候 很重要就是必须要有 读经的亮光出来 因为有亮光 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指引 我们有指引 我们才会有一个盼望 我们有盼望 我们的生活才会有力量 所以比如说这个时候 面对干渴的时候 面对干旱的时候 面对疫情的时候 其实以目前的台湾而言 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第十节所讲的 上帝说 你使海洋干渴 使深海变成汉地 你在深海中开辟大道 让蒙女救赎的人通过 当然这段圣经有它的背景 但是从今天台湾的处境来看 上帝使海洋干渴 使深水变成汉地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你在深海中开辟大道 让蒙女救赎的人通过 目的是让我们得到救赎 原来在我们 平常不会警醒 不会想要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 我们对信仰有时候 不是那么样的认真 但是特别当我们面对干旱 我们面对那么严峻的疫情的时候 哇 上帝的心意 竟然就是要救赎我们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好好警醒 好好在这个过程当中 好好来聆听主的道 好好来切实去行 每天注意来看圣经 只续去看 看出上帝的心意 同时也看出上帝对我的心意 我们听到了上帝的道 我们得到了这个亮光 我们切实去行 我们必然得救 否则我们就会受到环境的变化 的痛苦 受到捆绑 活在消极 活在怨叹 活在没有盼望 活在苦痛当中 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台湾 真的需要上帝你的怜悯 使我们面对这么多的灾难的时候 主啊 帮助我们做你的仆人 我们做你的子民 我们要好好每一天 来聆听你的话 因为我们希望得到你的救赎 主啊 求你让我们看见 从你的话语当中 看见你的心意是如何 你对我们今天台湾的心意是如何 帮助我们因此而更加警醒 常常回头来转向你 好好来聆听你的道 每天把你爱的诫命 具体来实现出来 主啊 好让我们在这困难的世代当中 因着切实遵循你的道 使我们不仅得救 我们也带出你的救恩出来 主求你的恩手来带领我们 我们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